金球奖大名单将会于9月7日凌晨公布大名单 这次的公布也意味着上赛季的金球奖将会进行最终的角逐了 而大家自然是非常关注本年度谁能够拿到金球奖了 而目前看来外界的榜单中 第一位依旧是没有悬念的 梅西凭借世界杯夺冠这个荣誉 加上上赛季在大巴里打出来了双20的数据 让他的数据和荣誉都非常完美 世界杯冠军 法甲冠军 法国超级杯冠军 加上42球26助攻的数据 确实是依旧可以排在第一位 而第二位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足坛未来之星哈兰德了 哈兰德上赛季打出来了52球的顶级数据 特别是在加盟英超的第一个赛季 就直接打破了英超的历史进球数 加上带队曼城拿到了俱乐部三冠王 这个荣誉放在任何一个非世界杯年 那就是妥妥的金球奖获得者 但比较可惜的是 本赛季是一个世界杯年 而梅西正好又是拿到了世界杯冠军 所以两人之间的竞争还是会继续下去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 哈兰德和梅西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 因为新赛季开始后梅西是远赴了美国踢球 离开了五大联赛之后 梅西得到的关注度是下降了 而且联赛水准确实是无法和五大联赛比较 这也会让梅西在评选中遭到了一些质疑 而世界足坛也需要一位新的领袖 如果哈兰德可以在最后时刻实现逆袭封神 大家也不用感到奇怪 因为在之前的欧足联最佳球员中 哈兰德就是大幅度领先梅西 直接拿到了这个荣誉 而大家比较关注的另一位巨星 C罗虽然之前短暂的回归到 金球奖候选名单中了 但因为沙特联赛同样是低水平联赛 C罗是直接调出了这次的大名单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